美日韩举行联合反导演习 声称针对朝鲜发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针对朝鲜的抵近威慑军事行动 包括核与常规的联合打击行动 目前美日韩正在向前迈进 紧张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特点 就是它进入到了一种核冷战的状态 日本首相与美参联会主席确认 两国要共同推进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 现在看着日本的基地是个大概念 有可能对方的所有基地 所有主要目标都能够和基地划等号 这就是所谓的发动战争能力 日本自卫队还将使用美国的星链系统 妹妹称美日在台海问题上存在不确定性 如果日本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跟着美国一块去打地方基地的时候 打完以后我爱打 我爱打不是因为为了我自己利益 是为了你的利益我爱打 那我还干不干呢 俄塞瓦斯托博尔市遭大规模无人机攻击 无无人机在俄境内的 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爆炸 俄方称挫败乌情报机构 对今日俄罗斯总编辑的暗杀 从核电站危机到暗杀风波 冲突会如何演变呢 《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期东北亚局势高热 16号 美日韩三方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举行了联合反导演习 而这距离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才刚刚过去三天 具体内容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海军称美国 韩国和日本 7月16号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举行联合反导演习 动用了三艘宙斯顿驱逐舰 分别是韩国海军利古里尔号 美国海军约翰分号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摩耶号 演习假想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三国武装部队着重演练了 发现和追踪假想弹道导弹的流程 并进行信息共享 旨在让三国舰艇进一步熟练掌握拦截过程 报道提到 美日韩三国上次举行联合反导演习 是在今年4月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12号试射了火星炮18型洲际弹道导弹 并称该导弹为战略武装力量的核心武器系统 在此次试射中 导弹上升高度为6000余公里 飞行时间为4000余秒 最后准确落入朝鲜东部公海目标水域 报道还说 按计划朝鲜战略武装力量 即将装备这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朝方将继续采取更为强势的军事行动 直到美韩承认反朝敌朝政策失败 并放弃有关政策 另据日本海上自卫队发布的消息 7月11号 美海军蓝领号两棲指挥舰 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梁岳号驱逐舰 在四国南部海域进行联合演练 13号 相关航行信号显示 日本梁岳号在演练结束后返回佐世宝 而美军的蓝领号则前往了 中国台湾地区的东南海域 此外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失忆陆军大笑表示 7月13号 每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组织战机对美机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那么在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三天后 美日韩举行联合反导演习 有何针对 美军舰机此时在台湾地区附近游异 又在续谋什么呢 防务型观察马上解读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我们关注到最近几天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的热度很高 先是朝鲜试射了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 最后我们看到美日韩又在这一区域 进行了联合反导演习 请教杜先生 从军事角度来分析 您觉得美日韩这次的行动 有何针对性呢 如果从位置来看呢 这是罕见的在日本海进行的 联合反导演练 特别是它的距离 与朝鲜特别紧 近在支持 如果使用舰上的各种武器装备 对朝鲜北部叫权重深 无死角的打击行动 也说明呢 针对朝鲜的抵近威慑军事行动 包括核与常规的联合打击行动 目前美日韩正在向前迈进 但是从项目上看呢 它是反导演练 而且这次出现的舰艇都是这几个国家最好的舰艇 你像韩国这次使用的万吨舰 势动大王级 日本也把自己最先进 吨位最大的摩耶号进行了派遣 美国还使用了自己的博客舰 也说明了目前三个国家 都是把防空反导能力最强 最有针对性的海上作战平台进行部署 你像之前美国搞反导 美国负责看目标 锁定目标提供信息 其他国家只负责按导弹发射钮去拦截 那现在如果通过信息共享 让每个国家舰艇都可以发现目标 跟踪目标 计算目标 然后进行拦截 实际上美国在扩散这种能力 如果把自己防空反导的规则 指挥体系 包括作战的结构 能够让日韩共享 那么今后日韩凭借自己的作战舰艇 可以以一种非联合的方式 对各类导弹进行拦截 那请教杨先生 我们关注到朝方称 要采取更加强势的军事行动 直到美韩放弃有关政策 而我们看到美日韩 又通过军演来进行回应 那如此的针尖对脉盲 您觉得局势是否会进一步计划呢 我们首先做两个 最简单的基本判断 朝方说我要如何如何 直到美方改变这个敌势政策 你看我打到这个火轻炮18 这个的话应该叫 真的就可以覆盖美国本土了 就是通过这样的加强 对美韩军事 特别是战略压力的这个行动 能不能迫使华盛顿或者是首尔 改变目前的政策 答案非常清楚 不会 那么反过来说 美国人现在 无论是把B-52弄过来也好 这个俄爱俄级的核潜顶 弄到朝鲜漫导也好 这一类的军事压力 会不会迫使朝鲜改变目前政策呢 答案也很清楚 不可能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的态势就是说 双方都在采取 并不能迫使对方改变政策的压力行动 在迫使对方改变 那就显然达不到目的 达不到目的呢 就涉及到你讲的 层层加码 最后是什么呢 局势肯定越来越紧张 因此这几个基本反弹下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朝鲜半岛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 紧张局势进入了一个新的特点 就是它进入到了一种 核冷战的状态 进入了一个核冷战的格局 什么叫核冷战呢 就是说 双方都在认真地准备着进行战争 利用恐怖的后果 来威慑对方不要放动战争 因此可以看 在这种恐怖基础上的和平 第一非常脆弱 第二呢 它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稳定性 特别的突出 那继续请教杨先生 我们关注到朝鲜方面警告说 不排除击落美军侦察机的可能 那现在美日韩呢 又摆出了一副要击落 朝鲜导弹卫星的架势 双方现在都在谈击落 您觉得会不会真的出现大动作呢 双方在谈击落的时候 其实双方都很清楚 击落有可能引爆战争 双方的角色者一定会慎之又慎 可是有一条 双方都有红线 都有底线 你比如说 你这个美军的侦察机 目前呢 它并没有进入朝鲜的领空 那么这个情况下 朝鲜的这个所谓击落呢 它就不会真正发生 但万一要是出现 这个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那么进入领空的时候 那么恐怕就要出现 真正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同样道理呢 就是说这个朝鲜的发射 这个导弹也好 比如说这个火星炮18 飞了4000多秒 那就是一个多小时 飞了一个多小时 它可以往高了飞 能飞出这个6000公里 但是它落下来的时候 往上走6000公里 它都不进入日本的领海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没有激发那个 每日要击落你这个导弹的 这个红线 那反过来 如果技术上的故障 万一出现了 它越了界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击落 而且每日呢 可以有一大把的借口 它进入这个 万一落下来如何如何 它可以有一大把的借口 它就给它击落 这个时候恐怕 潘多拉这个盒子就要打开了 总而言之呢 那就是说人为的 或者是这个不可抗的那种 因各种客观因素啊 都可能使目前这个 双方的击落变成真的行动 那么这个局势就不可控了 那不仅如此 我们关注到 美日还进行了海上联合演练 美国方面呢 是出动了蓝领号指挥舰 那日本方面是出动了 梁岳号驱逐舰 演习地点呢 在四国的南部海域 请教杜先生 有何针对性呢 如果从海域的条件来看呢 很开阔 完全适合这种大洋作战 如果从的位置来看呢 是西南方向 西南方向紧靠中国台湾岛 这是目前日本和美国 联合演练的核心位置 和重点位置 你发现每次演习 都跟这个西南相关 只不过地名有所调整 有所变化 也说明今后台岛有势 这是目前美日联合作战方案的 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日本出动的作战舰艇 很显然它是个护航装备 如果它的护航舰艇 给美国的情报舰 指挥舰提供有力的支撑 那么今后在这个区域 美国日本联合海上情报 获取能力将会大幅度提高 那不仅如此 我们关注到美蓝领号 13号是出现在了 台湾地区的东南方 在同一天 美军一架P-8A反潜巡逻机 过航台湾海峡 并公开炒作 我东部战区全程跟肩警戒 依法依规处置 那请教杜先生 美军舰机的这一动作 目的究竟是什么 因为蓝领舰是美国指挥舰 而且有极强的情报收集能力 特别是对海空情报 陆上情报 侦察范围大 P-8是美国海上的 多用途反潜巡逻机 目前的多用途是重点 它基本上可以通过 一个航次的飞行 把海上情报 陆上情报 水下情报 空中电子情报 进行高效获取 如果一海一路 一高一低 这样它所形成的 这个情报获取能力 能够相互配合 相互组合 这种组合方式 以前很罕见 说明美国今后 还会通过多个空间的组合 获取更多的情报 与此同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美军参联会主席会面 声称要求所谓 对敌基地打击能力 推进合作 而美媒爆料称 美日在台海问题上 存在不确定性 防务型观察稍后继续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4号在官邸会见了 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岸田表示 将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 朝着日本拥有和运用 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 双方就推进合作 达成了一致 美联社报道称 米利甚至称赞 日本增加防卫预算 是所谓对抗中国的支撑 此前日本媒体报道称 日本自卫队正在测试 美国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 并着眼于下一财年 采用该技术 今年上半年 日本防卫省已将相关的 天线等通信器材 配备到陆海空自卫队 另一据美媒 华尔街日报 15号援引消息称 美日针对所谓台海有势 制定联合行动计划 已有一年多的时间 美方希望日本考虑 实际动用兵力的可能性 比如在台岛周边海域 展开反潜作战 但尚未得到日本任何承诺 报道称 日本近年来军事动向不断 未来五年将把防卫费开支 提高60%左右 同时计划2026年前 从美国获得战斧导弹 拥有自制远程巡航导弹 并将F-35隐形战机数量 从30架左右增加到147架 还极为高调地联手美国和北约 但在台海问题上 美日这种亲密关系 存在不确定性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 迫于美日同盟关系 日本最终可能会同意美军使用基地 不过美国如果想让日本 直接参与战斗 将会更加困难 那么美日共同推进 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会对地区安全构成什么威胁 美媒爆料 美日在台海问题上的不确定性 凸显美日之间存在什么分歧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请调杨先生 我们关注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美军参联会主席会面 声称要求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 推进合作 您觉得美日之间的这种合作 会对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首先日本首相会见美军的 军事最高指挥官 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 是美国武装力量的实际的操盘人 但是他真正的军事行动的操盘者 是参联会主席 那么在美日交往的外交史上 一个和平主义国家的首相 可以会见总统 国务卿 甚至是国防部长 这个并不罕见 但是同美军的军事作战行动的 一号指挥人物进行长前的会谈 这个确实比较罕见的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日本防务政策的这种急剧调整 急剧转向 那么双方谈的重点 就是你刚才讲到的 打击所谓敌方行动 那么这里边对地区安全 会产生两个非常深远的战略性的影响 第一就是它进一步地推动日本 走上一个军事大国的道路 而这个军事力量又是一个什么呢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 这个滔天罪行的侵略劣迹 而又对这个侵略劣迹呢 没有认真竞争反思 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变量 那么第二呢 就是美国跟日本这两支武作力量 进一步地加强合作 特别是指向性地讲清楚 攻击敌方基地 但是有一条 这个世界是互动的 特别是适应了这个物理学的定律 也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这就使这个亚太地区 由于美日这两个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种攻击性的政策协调呢 它不光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安全 它是为了要通过威胁别人 打击别人来加强自己安全的时候 那就加速这个地区呢 反打击能力的建设 那么反过来说就会使 美国 日本在加强 所谓攻击敌方能力的同时 也意味着自己被遭受 反攻击的这种潜在风险 这就使得这个地区呢 会出现不仅是个军备竞赛 实际上是一种打击和反打击的 负面安全竞争 那请教杜先生 您觉得接下来美日 还会做哪些突破限制的危险举动呢 打击对方基地 什么叫基地他们有说 一般理解军事基地 比如导弹基地 包括海空军基地 那现在看呢 日本的基地是个大概念 有可能对方的所有基地 所有重要目标 都能够和基地一化等号 日本通话概念全球第一 你像日本的舰艇都叫护卫舰 他说护卫日本的舰艇 都叫护卫舰 所以跟国际上的 吨位和能力相比 有重大的差距 如果对方的基地 都可以视为日本的攻击目标 结果可以采取多种手段 对敌国所有目标 进行无差别的打击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发动战争能力 下一步如果美国日本相互组合 美国还会提供更多的 类似的能力和装备 一样战俘无导弹 从来不出口 现在给了日本 那么今后呢 超高声速武器共享 包括这个网军天军 如果这些能够突破红线 发动战争 进行多种战争行动 和手段设计能力 全部给了日本 那么今后日本 基本上把和平宪法 全部抛在脑后 继续在对外攻击 主动几个方向狂奔 与美国的军事关系 将会更加紧密 对亚太和周围的安全威胁 也会进一步增加 那请教杨先生 我们关注到 美国媒体报道说 美日虽然是针对 这个所谓的台海有事 在制定这个联合行动计划 但是其实美日之间 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美国媒体为什么此时 发出这样的报道 那美日之间究竟存在着 什么样的不确定性 首先这个不确定性 是源于美日在台海问题上的 战略利益和战略盘算不一样 那么从美国的角度 如果你要看地图 你会发现 美国心心念念的所谓第一岛链 这个第一岛链它的中心环节是台湾岛 因此台湾岛如果美国失去控制 第一岛链就被拦腰斩断 那么现在中美竞争 它讲叫竞争了 实际上就是打压中国加剧 那么台湾岛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 就更凸显重要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从上届美国117届国会 到现在118届国会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开始加速支台独挺台独 实际上与大的战略背景有关 但反而我们看日本 它对于台海地区周边有事 它有它的战略意图 但是它的战略意图 显然跟美国完全不一样 日本是从它那个层次来盘算 我怎么跟美国合作 我借美国之力来实现 我在台海地区的这种利益 所以它俩的利益盘算不一样 我刚才讲到了 你在打击所谓敌方基地的时候 你就要做好挨打的准备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如果日本 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 跟着美国一块去打敌方基地的时候 打完了以后我挨打 我挨打不是因为为了我自己利益 是为了你的利益我挨打 那我还干不干呢 这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缘位置的不一样 特别是地缘利益的不一样 导致美日之间既有勾结 其实也有分歧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今日俄方多次遭到无人机袭击 甚至有一架无人机的爆炸地点 就在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 我们来看短片 当地时间7月16号 塞瓦斯托波尔市长拉兹沃扎耶夫 发布消息表示 俄军当天凌晨击退了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无人机袭击 其中两架被击落 五架被电子战部队压制 还有两架水上无人机 在外港被摧毁 并表示此次袭击规模大 且持续时间长 事发当天 当地交通局发布消息称 塞瓦斯托波尔湾的海上客运已停航 不仅如此 据俄方消息 14号凌晨 一架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 距离库尔斯克核电站 仅有几公里的地点坠毁并爆炸 目前乌克兰方面 暂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同一天 俄总统普京召开安全会议 商讨加强对关键设施的防御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表示 这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的目标 很可能就是核电站 俄罗斯强烈谴责乌克兰方面的行动 表示对核电站的破坏 可能导致欧洲发生大规模核灾难 并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事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 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 首次承认乌军对俄罗斯边境发动袭击 他表示相关军事行动 均使用污质武器 不涉及西方提供的军事装备 那么无方为何此时公开承认 对俄边境的攻击 无人机在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 坠毁爆炸 预示着什么危机风险呢 防务型观察正在播出 请教杜先生 我们关注到塞瓦斯托波尔 是遭遇了乌军无人机的攻击 虽然被俄军击退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行动的规模大 且持续时间长 那您觉得乌军这次的目标 究竟是什么呢 至少两个 首先火力反击是重点 目前从这个扎波罗热 巴赫木特到利曼方向 权限是一个僵持状态 通过目前地空火力突击 包括地面作战行动 很难动摇对方 很难打开缺口 如果大量的使用无人机 在萨尔斯托波尔 执行各种作战任务 那么今后他认为手段还要更多 这次根据报道是9架无人机 同时发动攻击 但是没有被击落的 或者出现障碍坠海的 有可能不止这个数量 再加上之前使用风暴阴影导弹 攻击了琼加尔大桥 也说明了 针对南部的火力反击行动 今后是重点 第二说明目前 在萨尔斯托波尔地区 也是新的反击方向 因为整个作战设计上看 东部打不动 北部打不着 只有向南部采取这种作战行动 如果能够在美国 包括西方国家支持下 通过对萨尔斯托波尔周边的 所谓交通设施进行摧毁 路上目标进行打击 这样对于战略上 这种所谓态势的扭转 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那请教杜先生 我们观察到乌克兰的总司令 是首次承认乌军攻击了俄罗斯边境 这是何用意呢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承认 从三间几口到主动认领 乌军态度明显有大的转变 因为这次他的总司令讲了一句话 第一是我干的 第二我没有使用西方武器 这句话还有文章 也说之前我对俄罗斯境内 包括在莫斯科 包括边境地区的打击行动 用的是乌克兰的武器 乌克兰的武器射程威力相对较低 那么下一步有了美国的 像陆军战术导弹 极术炸弹 包括这个法国准备提供的斯卡普导弹 那么它对俄罗斯定内目标的 打击效果和打击距离将会明显提高 实际上在警告俄罗斯 下一步对俄罗斯边境的打击行动 比之前那个波茨来得会更猛烈 那请教养先生 同时我们观察到 这个俄联邦安全局近日是爆料称 说乌情报机构是企图暗杀 今日俄罗斯的总编 那您觉得这种暗杀行动 会对冲突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会选择媒体人员作为目标呢 媒体人员不是一般的媒体人员 就是媒体界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这个战争实际上 我们都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因此在整个战争进行过程当中 所有能够对政治产生影响的 恐怕都会涉及到战争过程当中 事实上我们看 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年多 发生了很多纯军是凡仇以外的行动 你比如说把克里米亚大桥炸掉 比如说曾经出现过暗杀俄罗斯 一位非常有名的公众人物 包括击杀前线的俄军的将领 高级指挥官等等 这些事情本身 它其实不是真正的战场作战行动 但是又与这个作战行动密切相关 就是它的政治影响和士气影响 因此就是说目前这场 由政治博弈而言产生的军事冲突 其实又反过来 又在反作用于政治领域的 各种人物事件 其实都在受这波及影响 因此就是说 无论是对于俄罗斯后方的这种攻击 还是对于公众人物的这种 定点式的行动 实际上都是这场悲剧性的 俄乌冲突必然衍生的 一系列的这种成果 尤其是什么呢 战场越焦灼 那么这一类的事件 恐怕就越难以避免 因为在战场上 存军事范围内得不到的东西 那么就一定要想办法 在军事范围之外 通过其他的行动来得到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